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各位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一下 什么叫做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当我们今天 做好一张资料表的时候 例如说从Q1开始选 例如说我选到这个地方 假设我已经做完一个分析资料表 然后选了这一点点的地方 有看到吗 我选到一个区域 然后接下来右下角 你有没有看到多了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很重要 它叫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里面可以做很多事 它可以去设定它的格式 例如说可以设定它的数值格式 资料的格式 或者是用图示的方式来去输入说 它是上降还是下降 那还可以画图 还可以画图 例如说画群组直标图 甚至它有一个猜你想要的图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一个问号 那就是电脑自动帮你猜 你可能会想要的图是什么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问号 我现在要教的就是 这个自动画图 自动画图 而且我想要请你们点的是这一个 它会自动判断出来 一般人会需要的图是长什么样 所以请点图标底下的自动图标 点它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图都是它经过精心设计 精心设计 例如说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有没有觉得 这些图其实都存在一些 就是还蛮不错的分析 可以吗 例如说我现在讲 第一张图其实不用讲 就是一个资料 它就显示每一个很高高低低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 这个图表 或者是来看这一张 12345 我现在选择第五个 第五个 你可以卷轴拉下来 我选择是最下面这一个 卷轴拉下来 我选择最后这一个 它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 告诉我们说机器是最多的 就是产品的类别 你的机器是最多的 然后你确定 可以吗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快速完成一个 所谓的资料自动分析 资料自动分析就完成了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